每天用简单的食材给大家分享好吃的家常菜 今天用杏鲍菇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又下饭的做法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把准备好的杏鲍菇清洗干净 然后改刀切成小块 再切成硬币厚度的薄片 然后给它改刀切成粗粗的细丝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准备几个青辣椒和一个红椒 红椒来搭配颜色 把它们用流动水清洗干净 清洗好的辣椒改刀 切成丝 放入盘中备用 红辣椒也像这样改刀切成丝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块瘦肉 把瘦肉改刀切成条状 把切好的瘦肉放入一个大碗中 来给它调个底味 加入2克盐 少量的胡椒粉 一勺生抽 用手给它抓拌均匀 可以多抓拌一会儿 这让食肉更入味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再来点食用油锁住水分 抓拌均匀 把姜切成丝 越微有一些柔软的状态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再把它捞出控干水分 起锅烧油 把油烧热 晃动一下 晕一下锅 把热油倒出 再次加入凉油 倒入腌制好的肉丝 用铲子快速的给它炒散炒香 下入姜丝蒜片 翻炒均匀 下入青红辣椒丝 快速的翻炒五六秒钟 给它炒均匀 下入控干水分的杏鲍菇 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开大火 快速的翻炒均匀 炒制到可以闻到浓郁的鲜香味 这样一到营养健康 开胃又下饭的杏鲍菇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